看她的腿 笑多难看就不难 这两根萝卜戳在地上早露一样 是啊 看她的眼 她的眼睛快眯成一道饭了 什么 看她的嘴 嘴啊 嘴没什么 你看她的胸部 看她的眼睛胸 你们两个看人别看两边 看中间 你这个雷星长得还真不错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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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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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胖泡 少爷 还不走啊 不用气一会儿 那你好心吧 想什么 小云他 喂 无论如何 我就要追着他 冒险办法 谢谢 我认为追女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 让吧 少爷有 温柔 少爷有 喂 行了 行了 风流 少爷有 体贴 少爷有 喂 行了 我认为追女孩子最重要就是钱 我认为 下了船怎么办啊 以后再说吧 昨天真对不起 没事 其实这不是你的错 不过我觉得 你那个未婚夫 有点太不回事 对不起 我不该在你面前讲什么话 没关系 反正我觉得现在 订婚是个错误 那就跟她姐夫婚约 对不起 我又在你面前讲什么话 哥 哥 哥 什么事 我今天看到点事情 用了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啊 什么事啊 我今天看见 新闻姐姐她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不想知道什么事情吗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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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你不知道的 你听我说 你哥哥 我呢现在非常的困 明天再说好不好 乖 帮我关门门啊 谢谢 乖了 乖了 明天啊 行了 行了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我现在介绍的是唐朝的观音 它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唐代皇家的珍藏品 我们从这件珍品的雕刻手工上来看呢 是非常晶莹剔透 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珍品 我们现在底价呢 是五十万美金 各位先生女士们可以开始镜头了 这位先生出五十五万 五十五万 有没有多过五十五万的 五十五万 啊 这位先生出六十万 六十万 七十万 七十万 成交 我们开始镜头下一件物品 各位 下面要拍卖的玉佩呢 是有来历的 它叫永结童心 据说呢 是清末光绪皇帝 送给挚爱珍妃的定情信物 后来呢 因为珍妃被慈禧逼她投井 所以这块玉佩呢 就和珍妃涌来井底了 直到八国联军入侵之后 才被英国人找到这块玉佩 这块玉佩是用天然骨欲打磨而成的 加上它的历史背景 以及浪漫色彩 所以价值连城 这块玉佩的底价是十五万美金 每口价一万 各位可以开始镜头了 慢点 老板还没到 Jack 不用理他们 这条Hard Fills 我们一定要投到手 好 好 好